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参加运动会 每天都刻苦练习游泳 并给自己的游泳时间做了精确的计时 特别注意 本题中的计时都按24小时制计算 你只要说出自己从A时B分一直游泳到当天的C时D分 你的小鱼教练就能计算出你这一天共游了多少时间 你的小鱼教练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接下来我们再看具体的要求 要求一 程序开始运行时 小鱼教练询问游泳开始时间 分别询问24小时制的时和分 和结束时分别询问24小时制的时和分 也就是结束时候的小时和分 这是具体要求一 小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的是 分别询问24小时制的时和分 也就是说小鱼教练需要先询问24小时制的小时 然后呢 再询问分钟 小朋友们明白了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具体要求二 小鱼教练计算并说出了游了多长时间 但是呢 如果你输入的结束的时间 早于开始的时间 小鱼教练就会说输入错误 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 程序结束 也就是说在这里呢 我们输入的结束的时间 是不可以早于开始的时间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小朋友们中午12点钟吃午饭 吃完饭的时间呢 是12点半 但是呢 如果老师问 小朋友们 你们几点钟吃完的午饭呢 如果小朋友们回答 我是早上10点钟吃完的午饭 但是小朋友们吃午饭的时间是12点 所以呢 结束的时间不可能是早上的10点 这样子呢 计算出的结果肯定是错误的 所以呢 在这里呀 小鱼教练就会说输入错误 结束的时间早于开始的时间 这就是真题13的题目要求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具体的数学模型 数学模型情况一 结束的时间小于开始的时间 例如12点12分开始游泳 10点10分结束 这样的结果肯定是错误的 所以呢 会提示输入错误 程序结束 情况二 结束的时间小时 等于开始的时间小时 例如10点10分开始 10点50结束 在这里的小时数呢 都是10点 所以呢 小时计算的结果为0 我们只计算分钟数 最后呢 我们看情况三 结束的时间大于开始的时间 同时计算小时数和分钟数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按照题目要求 一起来编写这个程序吧 首先呢 根据题目要求 我们需要添加一个舞台背景 点击右下角的图片圆圈圈 选择一个背景 然后呢 点击水下分类 点击选择Underwater 1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将小猫删除掉 然后点击猫头圆圈圈 选择一个角色 点击动物分类 然后呢 点击选择小鱼的角色 好 背景和角色呢 我们就全部添加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编写程序吧 首先呢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 触发事件 点击事件分类 然后将当小棋子被点击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接着呢 我们再点击运动分类 将移到X和Y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根据题目要求呢 小鱼教练需要停留在 舞台的正中间的位置 所以呢 在这里啊 我们需要将坐标数字77 修改为0 将数字9也修改为0 让小鱼教练呢 停留在舞台正中间的位置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编写 小鱼教练询问时间的程序 询问的话 我们需要点击 侦测分类 然后将询问并等待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我们将询问的内容呢 修改为 请输入 游泳 开始 时间 是 几点 然后呢 我们再打一个 括号 括号里面呢 我们输入 0到 24 在这里为什么需要输入 0到24呢 因为啊 根据题目要求 咱们是按照 24小时制 计时的 小朋友们 一定要注意 好 在这里呢 小鱼教练 询问了是几点 开始游泳的 这个时间呢 需要我们自己回答进去 并且呢 一会儿小鱼教练 需要用这个时间数来计算时间 要想用来计算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用到变量程序 来存储数字信息 好 我们点击 我们点击变量 然后呢 点击建立一个变量 变量的名字呢 叫做 开始 的 小时 然后呢 点击 确定 接下来呢 我们再将 开始的小时 设为0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因为小鱼教练 先询问的是几点 几点呢 就是 小时 所以呢 我们建立的第一个变量呢 就是开始的小时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 侦测分类 将回答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将 询问并等待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将询问的内容 修改为 请输入 游泳 开始 的 分钟 打一个问号 然后呢 再来一个括号 括号里面呢 我们输入 0到60 在这里的 0到60 是什么意思呢 一小时 是60分钟 根据题目要求呢 我们需要计算 分钟数 所以呢 在这里啊 我们需要提示 是0到60之间的数字 小朋友们 明白了吗 好 根据题目要求呢 小鱼教练 询问了 开始的分钟数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回答 分钟数的数字 所以呢 在这里啊 我们还需要再点击 变量分类 然后呢 点击建立一个变量 变量的名字呢 叫做 开始的 分钟 然后呢 点击 确定 接着呢 我们再将 开始的分钟 设为0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再点击 侦测分类 将回答的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好 那么小鱼教练 询问开始的时间程序呢 我们就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编写 小鱼教练 询问结束时间的程序 结束时间的程序呢 跟开始时间的程序是 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 在这里啊 首先我们需要将 询问并等待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将内容 修改为 请输入 游泳 结束的时间 是几点 然后打一个问号 在这里呢 依然是打一个括号 括号里面呢 输入0到24 因为根据题目要求呢 结束的时间 也是24小时至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 变量分类 然后呢 点击建立一个变量 变量的名字呢 叫做 结束的小时 然后呢 点击确定 接下来呢 我们再将 结束的小时 设为0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 侦测分类 将回答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好 那么结束的小时 程序呢 我们就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编写 结束分钟的程序 我们再将 询问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将内容修改为 请输入 游泳 结束的时间 是 几分 然后打一个问号 接着呢 在括号里面 我们输入 0到60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 变量分类 然后点击 建立一个变量 变量的名字呢 叫做 结束的分钟 然后点击确定 接下来呢 我们再将 结束的分钟 设为0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放到这里 然后再点击 侦测 将回答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好 小鱼教练的 询问程序呢 我们就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编写 小鱼教练 计算时间 并且判断时间的程序 要想计算 要想计算并且判断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用到 控制分类里面的 如果 那么 否则的程序 将它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 运算分类 然后将小鱼号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接着呢 我们再点击 变量分类 然后将结束的小时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小鱼号的前面 接着呢 我们再将开始的小时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小鱼号的后面 如果结束的小时 小鱼开始的小时 那么根据题目要求呢 这是输入错误的 结束的小时呢 是不可以小鱼开始的小时的 如果输入错误的话 那么小鱼教练呢 就会提示输入错误 我们点击外观分类 然后将说你好两秒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接着呢 将你好修改为 输入错误 然后打一个碳号 接着呢 结束时间 早鱼 开始时间 然后呢 再打一个碳号 接着呢 我们再点击控制分类 将停止全部脚本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如果我们输入错误的话 那么小鱼教练 在提示完毕之后呢 程序就结束了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结束的小时 小于开始的小时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编写 第二种情况 将如果纳默 否则的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否则的里面 接着呢 我们再点击运算分类 将等号的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如果纳默的中间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变量分类 将结束的小时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等号的前面 然后呢 再将开始的小时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等号的后面 如果结束的小时 等于开始的小时的时候 那么就说明 我们输入的小时的时间 是正确的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对比分钟的时间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控制分类 将如果纳默 否则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接着呢 我们再点击运算分类 将小于号的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再点击变量分类 将结束的分钟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小于号的前面 再将开始的分钟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小于号的后面 如果 如果结束的小时 等于开始的小时 那么我们小时的时间 是输入正确的 接下来呢 再继续对比 我们输入的分钟数 如果 结束的分钟 小于 开始的分钟 那么根据题目要求呢 我们依然是输入错误的 既然是输入错误的 那么小于教练 又开始提示了 提示呢 我们再点击外观分类 然后将说你好 两秒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将你好 修改为输入错误 然后打一个碳号 结束时间 早于 开始 的时间 好 再打一个碳号 接着呢 我们再点击控制分类 将停止全部脚本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好 在第二种情况当中呢 小时相等的时候 结束的分钟数 小于 开始的分钟数 提示我们是输入错误的 否则呢 就是我们输入正确的 输入正确的时候呢 小于教练会计算我们游泳的时间 并且呢 将时间显示出来 我们点击外观分类 将说你好 两秒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接着呢 我们再点击运算分类 将连接的程序拖动出来 将连接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你好的小坑坑里 将第一个小坑坑里面的内容修改为 你的游泳时间是零小时 在这里呢 在这里呢 根据我们刚才一起分析的数学模型当中 如果小时数相等的时候呢 那么游泳的小时数就是零小时 小朋友们还记得吗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将连接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第二个小坑坑当中 我们的内容 修改为分 然后打一个碳号 你的游泳时间是零小时 多少分呢 我们用结束的分钟数 减去开始的分钟数 就是最终游泳时间的分钟数了 好 那么第二种情况的程序呢 我们就编写完毕了 最后呢 我们再来编写第三种情况 在这里呢 由于我们刚才已经判断了 如果结束的小时 小于开始的小时 否则的话 就是结束的小时 大于或者等于开始的小时 在刚才呢 咱们已经判断了 结束的小时 等于开始的小时了 那么否则的情况呢 就是结束的小时 大于开始的小时 如果结束的小时 大于开始的小时 根据题目要求呢 小于教练需要计算出游泳的时间 并且呢 将游泳的时间显示出来 好 我们点击外观分类 然后将说你好两秒的程序 拖动出来放到这里 跟刚才一样 我们点击运算分类 然后将连接的程序 拖动出来放到这里 我们将第一个内容呢 修改为 你的游泳 时间 是 然后呢 再将连接的程序 拖动出来放到这里 接着呢 我们再将连接的程序 拖动出来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再将减号的程序 拖动出来放到这里 接着呢 我们再点击 编量程序 我们用结束的小时 减去开始的小时 就是我们游泳的小时数了 就是我们游泳的小时数了 接着呢 再将这里的内容呢 修改为小时 接着呢 我们再点击运算分类 然后将连接的程序 拖动出来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再将减号的程序 拖动出来放到这里 接着呢 再点击变量分类 用结束的分钟 减去开始的分钟 最后呢 我们再将这里的内容 修改为分钟 然后打一个碳号 好 那么所有的程序呢 我们就全部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们测试一下程序效果 点击率期运行程序 小鱼教练说 请输入游泳开始时间是几点 在这里呢 我们先输入一个13点 然后呢 点击小对购 然后呢 小鱼教练又说了 请输入游泳开始的分钟 在这里呢 我们输入50 我们是13点50分 开始游泳的 然后再点击小对购 接下来呢 小鱼教练又问了 请输入游泳结束的时间是几点 结束的时间呢 我们输入一个12点 接着呢 我们点一个小对购 最后呢 小鱼教练又问 请输入游泳结束的时间是几分 我们输入30分 然后点击 勾勾 输入错误 结束时间 早于开始的时间 提示完毕之后呢 程序结束 程序效果呢 是完全正确的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 绿期运行程序 小鱼教练说 开始的时间是几点 我们输入12点 然后点击对购 开始的时间是几分呢 我们输入50分 然后点击小对购 结束的时间是几点呢 我们输入14点 然后点击小对购 结束的时间是几分呢 我们输入20分 然后点击小对购 游泳的时间呢 是2小时30分钟 好 程序效果呢 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讲到这里了 小朋友们可以运用 这节课所学习的编程知识 再编写一些类似的程序 比如呢 我们可以编写一个写作业计时器 或者呢 家务劳动计时器 好 这节课呢 就到这里 咱们下节课再见 See you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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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